哈囉 歡迎回到不想工作 智商手作 我是Zoe 我最喜歡的聖誕節快要到了 那大家準備好聖誕節的交換禮物了嗎 今天的影片要教大家 如何把一個非常樸素簡單的牛皮紙盒搖身一遍 改造成為豪華的聖誕節禮盒 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些就是我這次會用到的素材 我要運用Graphic Fortify最新的聖誕節系列稱子 非常優雅的藍綠色 那我這次要做的不是小書 而是聖誕節禮盒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題啦 我要來把它拆開 那這一個是Graphic Fortify所推出的圓形紙盒 那全牛皮的材質摸起來非常的厚實 這個圓形盒子裡面打開來 還有一個再小一點點尺寸的盒子 我特別喜歡這個小尺寸的圓盒 它是這樣子的打開方式 打開之後長這樣 那我這次要運用這個小圓盒來製作 我不會直接做在盒子上 我會多裁一張白色的水彩紙 那紙張的尺寸呢 要比盒子再稍微大一些些 如果大家要用其他地方買到的紙盒來做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OK 我們來做底色的暈藍吧 我要暈藍的跟這個系列的小卡片顏色一樣 我很喜歡這個小卡片的背景色 不過很可惜 它們沒有單純這個背景色的襯紙 上面呢都會有些線條和圖案 所以我決定自己來創造一個 這個黑色的墊子呢 是Tim Hoss所推出的玻璃工作墊 玻璃的材質呢很適合顏料的 預覽跟混色 我先把復古硬台的黃色 大量的塗在玻璃工作墊的上面 再用噴瓶裝水平均的噴灑上去 這樣等等會比較好 預覽到紙上 接著呢我們再用紙張去沾取顏料 拉起來之後呢用衛生紙 小心翼翼的插去多餘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淺淺米黃色的底色 就和G45的小卡片一樣 好大家可以讓自然的風乾 或者是用熱風槍加速這個過程也可以喔 這款熱風槍呢是Kodomo no Kao的熱的速度非常的迅速 大致上吹乾之後呢 我們再來上淺色和色藍的部分吧 這邊我要用的是Heras的粉底海綿刷啊 這個刷出來呢會比海綿刷棒來的更加的輕盈 可以慢慢的把顏色堆疊上去 我們沾點復古硬台的淺藍色 參考我們小卡片顏色分布 以畫圓的方式由外網內的刷色上去 大家會不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這次使用的是復古硬台 而不是氧化硬台呢 雖然說他們兩個擁有一樣的色號 但是呈現的效果完全不同 復古硬台的顏色呢比較水感清透 而氧化硬台的顏色非常的飽和和粉嫩 我這次呢想要做出清透的效果 所以我選擇的是復古硬台而不是氧化硬台 之後有機會的話再和大家分別介紹這兩個的差別 好我大致上暈染完成了 是不是感覺還差點什麼呢 沒錯它的小卡片上面還有片片雪花 那雪花的製作方式呢 我要運用到Longfong的雪花形板 那這個形板它是兩片一組 這樣子的好處呢非常的多 可以做兩種不一樣的顏色 我這次要用大雪花的這一片 搭配Longfong的銀色塑形膏 Longfong第一次推出塑形膏 除了有銀色之外呢還有白色金色等等的色系 我覺得銀色的金屬感更能夠跳出來 好接著我們用水彩紙專門的紙膠帶 來固定住型板還有紙張 OK固定好之後就可以上膏囉 那這個刮刀呢是我在德輝美術社購入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去德輝美術社的介紹影片 我覺得這種鐵的刮刀比塑膠的真的好用太多了 那這個塑形膏呢是以稠稠的感覺 大家可以撈一定的份量之後呢把它塗抹上去 再把它抹平慢慢的把每個地方都塗到 我覺得這過程真的是超級無敵療癒好玩 我就是一個很喜歡把手弄髒的人 好最後呢把多餘的部分收集起來放回罐子裡面 耶我們把新版拿起來 大家看看這個影韵的光澤真的好美喔 不會太誇張 我覺得這個陽光灑下來的光線 再加上雪花的銀色金屬感 真的非常的好看 好那塑形膏的乾燥時間呢大概要幾個小時 我先把它放到旁邊晾乾 好在等底子乾之前呢 我們先來做這個聖誕花圈 這個聖誕花圈要怎麼製作呢 我現在就和大家分享 我使用的是這一款Long Fun的聖誕花圈刀模 它可以切出一片一片的葉片 那紙的部分呢我是用它們12x12的樹面秤子 它樹面的秤子顏色也非常呼應這次聖誕節的主題 走一個沉穩的藍綠色路線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色系 一面呢是有白色線條的圖紋 另外一面就是純粹的素色 那這兩面我都會用到 就可以創造出類似雪花散步的效果 做花圈呢會需要一個基底 來讓葉片固定住 首先呢用紙盒沿著邊邊描個圈 再把它剪下來 圓圈剪下來之後呢對摺沿著最外圈 剪個細細的邊條 之後呢再往內剪一圈細細的邊條 我們要用到的是第二個邊條 放到紙盒上會是這個大小 好那我們來做葉片的部分吧 這個葉片刀膜呢 刀膜凹凸的那面朝紙擺放 那這個刀膜小小的呢 可以用小台的刀膜機 這一款是C6和Tinghost合作推出的刀膜機 登登 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葉片 那這種葉片呢 大家可以多做一點的來備用 正反兩面都記得要裁唷 那這個葉片有兩種方向 我們要固定一個方向來做黏貼 我會用這個痘痘貼 黏葉片尾巴的地方 一片疊一片的方式 再黏到我們的基底上面 做完之後就會長得像這樣子啦 大家覺得如何呢 因為我想像中的花圈呢 是在寒冬中掛在門上的裝飾 所以花圈的邊邊會被雪覆蓋住 為了創造出這種的效果 我要加上Stampedia的多莓彩白膏 把整個花圈都靜下去 大家看看這個效果 我覺得挺不錯的 那它乾了之後呢 立體度會沒有那麼足夠 所以大家可以重複沾個兩到三次 就會有雪的厚實感 那我想一般的買宿舍 應該也可以買到類似的梅材 好 我們做完了之後呢 擺在旁邊晾乾它 那這個呢 也需要靜置一到兩個小時 好 這兩個都乾了 我們也快完成囉 接著就是要把它組裝在一起啦 乾了之後呢 摸起來會硬硬塗塗的 相當的有立體感 那花圈乾了之後呢 也摸起來會是凸凸的 由外圍一圈白色的仿造雪花 是不是感覺效果又變得更好了呢 那我其實呢 還想再多加一點效果 來增加聖誕節喜氣的氛圍 我要用的是迪迪卡達的金色印台 用我們的水晶塊刮一點下來 接著呢 再用我們的水筆沾濕 潑灑到我們的花圈上面 那關於這個技法呢 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好 接著我們要來做花圈中間的裝飾 我一樣呢 要用到這個系列的小卡片來製作 那我所有的圖案呢 都是從上面剪下來的喔 比方說 像是這個抱著兔子的聖誕老公公 還有這個聖誕紅也很適合拿來做裝飾喔 如果你不想要聖誕老公公沒有關係 你可以改成這隻北極熊 以及呢 整個英文的字卡 是同個系列的小圖卡包裡面的東西 那在貼上去之前 我們都要記得 要用咖啡色的印台來做一個刷邊的動作 這樣子的完成度會更高喔 好的 我排完並且也把它黏上去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覺得呢 聖誕節的氣氛就是要點個燈 所以我在底紙上戳了幾個洞 把燈藏在後面 效果非常非常的棒 那這個燈呢 是我在大創買的 其實我想要再做更扁平的方式 那之後呢 如果有成功做出來的話 再和大家分享喔 好的 那最後呢 底紙的部分 我裁成了符合 紙和尺寸的圓形 那邊邊呢 我留下了一圈 剪成一段一段之後 再用我們的快乾白膠固定在紙盒上面 那邊邊呢 大家再用樹面的襯紙 圍一圈來做裝飾 記得每個地方都好好的壓緊喔 那它的下面還有封底 以及盒子的裡面都是以此類推 最主要的關鍵 就是要把它黏得非常的平穩 不要讓大家看到它的破綻 好 大功告成 我覺得這一次的聖誕節禮盒的成果 我非常非常滿意 第一次做出像這樣子的盒子 我相信收到的人呢 一定也很開心 雖然說這個禮盒小小的 不能夠放太多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想要放很大的禮物的話 可以自行再把它的尺寸變大一點點 大家已經準備好你的聖誕節禮物了嗎 在底下留言可以告訴我喔 如果喜歡我們這集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